内地有句口号叫做再穷都不能穷教育 意思就是无论多穷都好 投放在教育方面的钱怎么都不可以省 吴陕西的深度贫困员就将这句话发挥到极致 用了成7亿1千万人民币去建这间超豪华的中学 学校有访堂潮的建筑、假山瀑布等等 美就美了,不过学校建学校这笔钱 就相当于整个月四年的财政收入 搞得它远了,寨台高速又是否单纯为了教育呢 由外围见到,又气势磅薄的瀑布 小桥流水,环山瓦境 走进去还有水车,凉亭,棧道 还有一栋天壇的建筑物 吴港还以为是国家级景点的园景 原来这里只是陕西省郑安苑的一间中学 当地政府为了解决学位不足的问题 在2015年投资超过7亿1千万 甚至要收地来兴建校舍 搬走原本住在那里的过百户居民 就是为了打造你一间相当于25个标准足球场 那么大的豪华中学 你又猜不猜到,这个院原本竟然是深度贫困院 直到去年才正式脱贫 当地政府的工作报告显示 整个院去年的财政收入不够2亿 这间超过7亿的学校 钱由哪来,又如何还债呢 按约定计划是要还多少年呢 除了环境优美 郑安中学的设施应有尽有 虽然硬件设施水平一流 但私之待遇就完全追不上 我们学校现在缺口还是比较大 中间力量太少了 要么就是刚毕业的年轻的 将近要退休的老师偏多吧 所以现在存在这样的问题 情况不接的 在18年8月 国务院一份关于调整教育结构的文件里面提到 办学要勤健折虐 量力而为 严禁超标兴建豪华学校 特别是在过紧日子的时候 更加不应推广奢侈的风气 是欢迎的 应该更多的花在教师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 不能理解成银吃卯粮 举债办效 听起来是个好事 实际上也是搞了形式主义 这也是一种歪曲了的政绩观